这是第三次联席会 联战和习近平的第三次正式握手谈话 来看第一次是在两年半前 与当时才新上任中共中央总数据 才三个月的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面 当时联盛文和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也都同行 联战在行程当中曾经发言 过去台湾是两岸关系的麻烦制造者 未来他则提出当时的16字增援 一个中国两岸和平互利融合及振兴中华 隔一年之后第二次联席会在钓鱼台宾馆举行 双方都强调坚持九二共事 连战并且说两岸关系并不是国际关系 中华民国是资产不是负债 今天是第三次的联席会 由于抗战话语权之争 今天他如何发言就特别的受到关注 他在致辞的时候强调蒋介石在正面战场 部署一系列会战和大仗 毛泽东在敌后战场牵制兼击的日军 中华儿女包括台湾民众和大陆同胞一起迎接胜利 他也提到了台湾义士绝不是台独义士 以及两岸共用史料共写史书 当然他也再一次强调九二共事不变的立场 一起来看是连战近年来的两岸交流 2005年连战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 带领国民党高层进行和平之旅 在孤王会谈12周年 和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 今天才能够见面 有点相见很晚的 以两岸同胞的福祉为重 就一定能够求同诚意 这场国共两党60年来的世纪大和解 以新闻公报的方式 达成包括在九二共事的基础上 恢复两岸谈判 达成和平协议 促进两岸各项交流 扩大台湾国际空间 建立国共沟通平台等五项共事 2013年连战以民间身份 率领宗教 妇女 企业等各界人士 到北京走春拜访朋友 展开首次联席会 尽管身份不再是党主席 却是习近平掌权后 第一次接见的台湾政治人物 隔年第二次会面 两人在握手后 甚至一同走进会场 而连战这次到北京的访问团成员 除了亲民党秘书长秦金生 新党主席郁慕明 立委高金素梅之外 还有统派色彩浓厚的王小波等人 南瓜各党各派和之前几次明显不同 主要就是来参加我们中华民族对日抗战 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这个胜利的这个纪念的一个青年 形成争议也让媒体阵仗大不如前 只是大陆这次要借着阅兵争夺抗战历史的话语权 连战的出席恐怕也会让外界有不同的评价 郁电TV陈玉宇之刚北京报导